这几天听到韩国游客的声音,还会趴在墙上,似乎在人群中找寻什么。 据网友在机场拍摄的影片,江爷爷于三日已抵达中国。 直至四日,闭缘前,才入园。 对于我们而言,就这么突然,江爷爷出现了。 其实,这已经是爷爷来的第二天了。 爷爷的低调,应该是不想引起过多的关注。 所以他选择在碧缘前,进入神速屏,看他的大孙女。 他也极有可能是,和中兴讨论后的行程。 因为爷爷刚到没多久,曾文奶爸就出现了。 神速屏那么大,人是不可能突然凭空出现。 因此,只有可能他们是约定好时间。 在曾奶爸的陪同下,爷爷朝福宝的园区前进。 在这里,曾文奶爸拦截了游客,让爷爷和摄影团队单独进入。 在前往福宝园区的过程中,爷爷有停下来观看环境,及欣赏沿路的熊猫。 由于要避原了,游客也被亲完了,后来爷爷继续向内走。 这里就是该直播主,最后拍到爷爷的画面了,后面就被曾文奶爸挡住了。 因此,爷爷这次的到来,应该是经过协调规划了。 所以肯定是能见到福宝,只是能待多久,或者是能不能进内室。 后来的神树瓶下起了大雨,但仍不见爷爷及摄影团队出来。 因此判断,爷爷被引导入,内场的可能性极大。 不知道福宝醒来的那一刻,看到爷爷,会不会以为自己还在梦中。 阿一谷,你的爷爷没有食言,他真的来看你了。 希望我们福宝不要怪爷爷,带你来,却留下了你。 当然也这次爷爷突然地到来,也吸引了一堆恶意,满满黑子的攻击。 接下来就是辉瑞的生日。 这对爷爷,真的是很两难的抉择。